也是攸关银河包的权益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常常在缴的自来水费跟天然瓦斯费当中 有一笔基本费 自来水费的基本费一个月是至少17块钱 而天然气则是60块 相关单位光收这些基本费费用 一年全台就可以收到57亿元 而且就算是没有用 也要缴这个基本费 所以就有立委痛批 这根本像是强收保护费 要求天然气跟自来水公司 应该要取消这样的基本费 不妨用水用到几度就收多少钱 自来水公司还会收你一个基本费 依照水表口径大小 每个月至少17块 还有天然瓦斯也是要收基本费的 每个月每顾60块 加一架水跟天然气 一年下来多收了基本费高达57亿元 但是服务在哪里 不可以 不可以收不可以 不可以收不可以 本来是用多少算多少的 没有用为何要算那基本费 如果基本费可以扣掉那个用水的量的话 还好啦 但如果没有扣的话就那是多小的费用 民眾覺得不該收 而且就像電信公司一樣 月租費可以抵通話費 水費天然瓦斯也應該要比照辦理 會產生一個比較亂的現象 如果要抵的話 可能還是有一些問題 說基本費是設施維護 跟抄表等等的費用 但是抄表的工作 不是每個月貼在門口 讓民眾自己填的嗎 這樣的收費 難怪被立委批評 簡直像幫派強收保護費一樣